从我自己看来和别人眼里 从小到大 我都是一个性格特别好 然后开朗随和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这种状态 并不是说我强撑出来的状态 而是我可能自然散发的是 这样的一个性格 可能这都自己以前以为的吧 然后从去年三月份的时候 基本上就都开始变了 去年三月份开始突然间 真的是莫名其妙 突然间开始关注 自己掉头发的这件事情 然后其实在这之前 正常情况下来说 都会有掉头发的事情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就在那个点 三月份的那个点 突然间就开始关注 然后前一阵子还觉得 怎么掉头发心里面 会有一些不舒服 加上我其实以前一直是 我的发质和发量都特别的好 就是随人就是 哎呀你的头发好好啊 是这样 但是以前掉头发 我也从来没有关注过这样的 然后从去年三月份开始 疯狂关注这个事情以后 我就发现 掉头发这件事情很正常 可是从前从来没有关注过 然后从去年开春的时候 就莫名其妙 突然就开始自己关注说 怎么掉了这么多头发呀这样 然后好了 这样的事情吧 就是你不关注还好 越关注它反而越严重 然后越关注呢 就会按照你关注的那个方向 去发展 就感觉 你自己就感觉说 好像头发真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但可能那个时候 还是自己认知上的问题 并没有产生那么严重的后果 但是真的 就是你每天不停在让想 不停在让想 它可能就真的会落实到一个现实的状态 它可能就是确实没有以前头发那么好了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觉得事态发展就有一些不对了 就自己就根本控制不住了 每天开始关注自己掉多少头发 然后看到每一个人 第一眼都是先看他们的头发怎么样 然后每天晚上睡觉 我也在想 我要是掉的越来越多了怎么办呀 然后头发以后少了怎么办 就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这件事情 然后那个时候就到后期就已经发展成 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精神状态 严重到就是影响到睡眠 吃饭身体状况这样的问题 其实那个时候 我个人感觉已经是焦虑症了 但是当时没有太强烈的意识 然后焦虑症之后 我其实那个时候 我知道自己的精神状态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根本控制不住 然后自己也不敢去面对 但是由于已经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了 所以我就去 我想先从中医开始 因为中医可能没有那么 就像西医一样那么猛 扎针啊 然后吃一些忠诚药这样的 然后我去呢 也一直是跟医生讲说 我的睡眠不太好 因为我不敢 就是不敢说我精神状态出现的问题 其实也就不敢面对吧 然后那段时间我大概说一下我整个人的状态 其实跟大多数焦虑症的患者一样 惊恐发作是常有的事情 那个时候可能起初是一周一次 但是后面基本上我每天都会有惊恐发作 我刚开始是会出到汗 然后心慌就跳得非常的厉害 然后不停地出冷汗 那个时候就是我能感觉到不是天热的出汗 自然的那种出汗 是感觉紧张和恐慌 自己就出开始出到汗出冷汗这种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一阵一阵的惊醒 就可能睡的时候突然间就惊醒了 或者刚准备入睡的时候突然就惊醒 对然后这是前期最最开始的表现 所以那个时候就刚开始去了中医 就说给我看一看睡眠这一类的问题 但其实那个时候我不像可能有一些朋友 他们会觉得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我就先看一下我是不是心脏的问题 或者是肠胃的问题 我那时候其实隐隐约约有意识 觉得是我的精神状态导致的 我后面一查知道这叫惊恐发作 对 那你觉得这个时间有多长啊 就是从你一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到惊恐发作 从开始关注到第一次惊恐发作应该有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自己进不下来 就是躁动到说我在上班的时候 我在上班坐着坐着就会突然间特别难受 我必须要出去走很大的圈 然后非常大非常大的圈 我不能让自己停下来 因为我一停下来我觉得自己就不行了 我就控制不住自己 然后我边走圈边动的时候我会边哭 然后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 就是这个状态什么时候是个头 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快完了 就接近疯狂 对发疯的那个边缘 就觉得自己快完了 就是每天都是这样的想法 睡眠这个就不用说了 严重的时候就是六天不睡觉 那个不睡觉不是说我不困 是根本没有办法睡 就是我刚准备睡觉 突然间就惊恐发作了 出道汗啊 然后身体一半身体是发麻的 然后手脚发抖 心跳心慌 就根本没有办法睡觉 然后就觉得自己快崩溃了 感觉自己在悬崖边上怕掉下去 但是又从悬崖这边走不出来 就神经已经紧绷到了极限 对就歇不下来 我觉得自己就快疯了 然后那个时候 对因为我住我在北京 然后我就住在我亲戚下 我又不敢跟家里人说 我怕家里人担心 然后我就跟我妈大概说了一下我的状态 然后我妈妈就从家里来北京照顾我 然后那段时间给我妈折磨的 我觉得我妈都快焦虑了 因为晚上跟着我一起 没有办法睡觉 然后白天看我这样的 今天状态很差 对 然后基本上 我那个时候从三月份开始一直到八月份 这五个月的时间吧 五六个月的时间 基本上一直持续这样的状态 每天都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这五个月的时间 我说句非常不好听的话 我那个时候特别能够理解说 他们自杀的人的状态 因为不是想要去 而是你觉得自己真的撑不住了 太痛苦了 然后我觉得很多交流症患者 一定也能理解这样的状态 就是非常的痛苦 然后但是到八月份之后 我妈就说不要再硬撑了 就去医院吧 那个时候就我妈陪着我一起去医院 然后去医院的时候 她那个中医挂的是身心什么科 然后我就看有很多人 都会有这样的睡眠问题 那个时候我就安慰自己 很多人都有睡眠的问题这样 但是去了医院以后 我跟医生就如实地反映了这个情况 我妈说你也不要瞒着了 这样 然后医生就说 你这就是确诊的焦虑症 因为她还给我做了很多问答 去了医院以后 她会有很多的那个提 有上百道提吧 然后最终报告出来的 就是确诊是焦虑症 然后呢 我还是坚持说 想吃中药和扎针 但是到后期 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 中药也好 扎针也好 完完全成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对 然后持续到八月份 九月份的时候 我是去的西医 因为北京有几家那个精神科的医院 还是比较专业的 然后我就选择去了其中的一家 然后去了以后 其实我还是 还是比较恐惧 就是不敢面对说 我要挂精神科 比如我要挂抑郁科或焦虑科 我还是选择挂睡眠科 然后我甚至跟医生表达的 都是我的睡眠状态的问题 但是医生他会问的比较深 那他说你这 问到最后他就说 非常明确的讲说 你这个不应该来挂睡眠科 你这个就是明显的焦虑症啊 然后当时我听完 我其实我即便已经自己做好了这样的准备 但是听到了这个话 我还是比较 比较难以接受 我就觉得我怎么好的那一个人 就是有焦虑症了 这样的情况 然后那个时候医生就会给开的药 当时给我开的是 盐酸帕罗细丁和奥沙西畔 就这两个药 然后拿上药了以后 焦虑症的人都会特别敏感 然后拿上药了以后 第一个事情是先看他的使用说明书 然后这个说明书看完了以后 我觉得这个药 我要是再这么吃的话 我没病都吃出病了 那种感觉 就是他的副作用非常非常的多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他 看完那个后就觉得好像 你这个焦虑症都不见得能治好 也会带来其他的毛病 但是医生就会跟我讲说 你不要看使用说明书 我跟你说怎么吃 你就怎么吃 我跟你说吃多久 你就吃多久 然后我就按照医嘱 大概吃了有 一个多月的时间 然后又去复查 那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说一下我吃药的状况吧 就是我在刚开始吃药的 吃药的时候 我的状态特别明显的 比如说吃完了这一天的药了以后 当天晚上就跟正常的状态一模一样 我是觉得我都已经好了 就是我觉得 这个药会不会吃上一两天就好了 我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躯体症状啊 睡眠也好 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啥会反复 所以这个药就是没有办法断 然后到这里以后 我也会怀疑说 是不是以后就有依赖性了 一旦依赖了 吃多了又有费作用 就总之就循环 就在这个恶性循环里面出不去了 然后但是在这边 我也想跟 就是还在跟这个焦虑症对抗的 患者说 其实吃药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千万不要排斥吃药 如果一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 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你生活 和严重的虚体症状的时候 选择吃药是对的 因为你得先让自己的 屈体症状安定下来了以后 你才有更多的精力去 平和你的内心去想办法 怎么样能够跟焦虑症和解 对 然后吃药大概 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后去复查 然后跟医生说了一下 目前的状况 然后还是得继续吃药 就等于说 我从第一次开始吃药 一直到最终彻底断药 大概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就是我在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把药彻底断了 因为今年不是疫情吗 疫情期间也没有办法回来 对 就整个就封在家里面了 放在家里面之后 发现没药了 没药以后觉得 好像没药也可以 对 然后就彻底就把药给断了 但是从过年期间到 应该是到今年的六月份 或者甚至说到 也就是在这之前不久吧 其实断乱需需的也在焦虑发作 就是我记得我看了一句话 就是说焦虑症这个东西 它是螺旋式复发的一个状况 然后如果你够坚定的话 最终胜利的一定是自己 然后我就一直记着这句话 虽然说复发的 就是复发的时候 它非常痛苦 然后就觉得说又回到了 又把自己打回到了原先的状态 可是 你想起来这句话的时候 你觉得 复发吧 无论如何 最终都会战胜它了 这样 所以彻底好 其实应该是说在 差不多是在上个月的时候 或者说是这个月吧 然后基本上身体 生活 睡眠 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那你这个是断乱多长时间了 到现在 我过年 今年过年是一月份吧 一月份到现在 大半年了 对 一月份 对 大半年的时间 一月份 现在应该有 八九个月 九个月了 九个月了 对 那行 那还不错 那你有没有吃过别的方法 就是除了吃药之外 对 我先想说一下 就是在 在这段 发病的期间 然后我用过的所有的方法吧 就是 首先我要说一点 就是 也是您经常提到的一句话 就是一定会好 焦虑症这个东西肯定会好 并且好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好起来之后的自己 跟原先的自己不一样了 因为觉得自己 更坚强 然后更美好 然后遇到问题 也不会像以前 这么的 这么容易焦虑 然后遇到问题 可能比以前更容易解决 是这样 然后 我在开始 就是 彻底 承认面对自己 是焦虑症的时候 我就开始 除了吃药以外 在网上 查阅大量大量的资料 然后 就我说一下 用过的方法 看书 就是这个书 也是你之前 在视频里面推荐过的 精神焦虑症的自救 这是强烈推荐的 然后其他书我也在看 我当时看的书 非常非常的杂 然后精神焦虑症的自救 这个基本上可以说 是我 每天的 逼看的书 然后我会把 如果我要是有时间 我就自己会翻书 没有时间的话 我会听 然后或者自己焦虑症 发作的时候 我进不下来 我就会挂着耳机 去听书 然后 比如说 当下的力量啊 然后潜意识的力量 等等等等 就甚至上升到 灵性学的一方面 就所有的东西 只要能够 治愈到自己的 所有的书 我都会看 我大概 听的书 看的书 那段时间 加起来 十几本 是有了 然后看书 然后还有 关注这个媒体 比如说B站啊 知乎 贴吧 所以我在B站上面 也就有很多 就发现很多宝藏 包括你这边 然后 还会有 就是那段时间 会去做 会去看心理医生 做心理治疗 然后可能也会用到 很多的方法 就是说 有森田治疗啊 然后什么 重新认知啊 等等 那个时候 讲真话 其实在心理治疗上 花的价钱不小 我找的 因为就想找 特别特别好的老师 来给你做心理疗愈 然后那个时候 我说上价钱 一个小时是一千五 然后 我每一次治疗 要去 要做两个小时 每周都要去做一次 所以那段时间 光是做心理治疗 可能就花了 我几万块钱的时间 几万块钱 但是那段时间 好像 钱对于我来说 都不是一个 就都不是 我想要考虑的问题 我甚至觉得说 当有个人说 小马 如果我要给你 几十万 我一下能够让你好起来 能够把你治愈了 我能够毫不犹豫的 就把这带几十万给他 我当时觉得 只要你能让我好起来 怎么样都行 就这样 然后 我还会去 看书 冥想 然后看各种各样的媒体 查阅所有的资料 然后运动 运动 我那个时候 每天都会跑五公里 然后那段时间 我会 强行把所有的工作 在白天都做完 然后晚上 我会早一点下班 因为我是做互联网工作的 那互联网可能下班的时间 它相对就会晚一些 然后那段时间 我也不管周围怎么样 我就想 先把自己 先把自己治好了再说 所以我就会把所有的工作 放到 尽量放到白天都完成 然后晚上 如果有会的话 我也尽量不参加 我要保证自己回来 每天都要跑五公里 然后白天就会做瑜伽 所以那段时间 我从跑步跑了有大半年 然后做瑜伽 我是一直坚持到现在 也是每天早上 我都会做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的瑜伽 大概是这样 对 然后我想说一下 冥想的一个 这个事情 我觉得因为冥想 在瑜伽的过程当中 也会有 然后我觉得冥想是一个 特别特别好的方法 其实可能没有焦虑症 也是最接近自我 就接近内心的一个办法 就是冥想 然后刚开始做冥想的时候 就别说焦虑症患者 就正常人我觉得都很难说 我刚开始 我就能够保持 一动不动的 咱们闭上眼睛 做个五分钟十分钟 我就刚开始 我闭上眼睛 做一两分钟 我就不行了 我都快疯了 就是 对 出汗啊 发抖 就是 我当时还在想 冥想难道不是一个 特别好的办法吗 为什么我闭上眼睛 冥想的时候 我反而都快惊恐 发作了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 那段时间 如果不做冥想的话 我就会挂着 冥想的音频听 就是那我就 我要是做不下来 我就不做了 我就听你的冥想音频 就好了 然后每天晚上都会听 如果睡着的话 那就最好 如果睡不着的话 那我就 一直听一直听 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 基本上我用到的方法 就是 看书 然后通过其他人 给自己灌输一些力量 比如说视频上面 然后你这边 还有其他的up主 或者是 知乎贴吧这样的 然后给自己灌输一定的真能量 然后 还有就是 冥想 然后看行李医生 然后运动 我觉得运动是一个特别特别 就运动加冥想 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办法 然后我在这里面说一个细节 就是 我到现在 我从发病开始 一直到现在 我基本上我就把所有 微博 抖音 等等一系列 所有的 就是头条 就是但凡我们经常用到的东西 经常用到的 软件 我全部都删了 因为在上面 他有意无意的就会有很多的负面新闻 这个负面新闻并不是说 谁造成的 或者我一定要跟你反馈这个社会的阴暗面 但是他在反馈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是无意中就接收到的 我要看到了这种负面的新闻 或者说哪怕跟我没有关系 我看到了 我就焦虑 我就会难受 所以我那段时间 我屏蔽掉一切 可以给我带来负能量的东西 所以我就该删的全部都删了 我就留了一个 B站 然后一个微信 因为我要从B站上面获取能量 对 当时是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一直到现在 我那些所有的软件 我也都没有下下来 我觉得 然后 当时有朋友就问我说 那要是有一些 比如说比较重大的新闻 什么怎么办 我后面觉得说 你即便没有这些软件 该让你知道的新闻 你总能通过任何渠道知道 对 所以我也就没有再把那些吓回来 然后我看到的所有 我还把我的电脑桌面 改成了特别治愈的桌面 因为我原先比较喜欢 就是暗黑一点的 就是可能觉得比较 对 高端台机上档次 然后现在我就改成所有特别亮的 然后特别治愈的桌面 并且 回到桌面上面写一段话 就写 比如说 小买 就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你的生活已经变得很好 就是 我在打开电脑 或打开手机的时候 我每天看到这句话 我觉得就是这样 就是已经好起来了 然后可能潜移默化的 我自己也会 就内在的我 或者潜意识 也会接收到这样的信息 其实我觉得 看似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但是我觉得一点一滴 可能就把自己 推向了目前这样 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 我觉得焦虑症 焦虑症可怕 它是真的可怕 因为它给人们带来的 可以感知到的痛苦 非常的深 但是 我 我其实到现在 我特别感谢焦虑症 因为 如果不是这段的经历 我可能 我还是原先那一个 遇到事情 大喜大悲 或者是 不知道如何控制 和驾驭自己情绪的一个人 然后我会一直让情绪 带着我走 或者是外面的事物 带着我走 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 经历了焦虑症 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在焦虑症过程期间 我也会接触很多很多 就你会发现 你可能 看书 看着看着 就会越看越多 并且它已经不只关乎到说 我怎么样去治愈 自己的焦虑症 和抑郁的 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它甚至会 给你上升到 很高的层次 会让你的思想 然后你的情绪 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甚至是升华 然后 我在这期间 可能也接触到了一些 比如说 佛经 就以前看似觉得 神圣叨叨的一些东西 但是你现在觉得 它就是这样一个规律 然后 现在变得 非常平静 很多事情 我现在都能够感觉到 如果 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 放在以前的话 我可能也会 崩溃大哭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 我很少 然后也很少因为 发生了一些 或好或者不好的事情 扰乱我的情绪 就是说波澜不惊吧 有一些 然后 但是这个 可能在 没有经历过 甚至是 完全不能够理解 和了解 和了解这样的事情 来说 他会觉得 你这个人 好无趣啊 为什么所有的事情 都 都 扰不了你的情绪 就是都好像 经不到你一样的 但是 我觉得 对于经历过的人来说 他们一定知道 平静是 你一生中 最大的礼物 我那个时候 觉得 对 我刚开始 就是知道 自己焦虑症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 我每天都会问自己说 我怎么样能够回到以前 然后 每天都会哭 疯狂地哭 毫无目的地哭 就是我 我到底怎么样 能够回到以前啊 你看我以前的状态 多好啊 是这样 但是现在 我现在并不觉得说 以前的状态 有多么好 以前只不过是 没有 没有这么大的事情发生 然后 有好的事情就开心 有不好的事情就悲伤 但是现在 不是这样 对 然后我现在感觉说 我是觉得焦虑症 把我给救赎了 对 然后把自己 对 把自己抽离出来以后 我会觉得 我可以 很好的跟周围 所有的人 事物 融合 然后我会允许 周围所有的事情存在 像 比如以前 我可能会 看不惯 或者是 看不惯很多 或者是 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 我会焦躁 哎呀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事情 我现在是觉得 我基本上没有 那么多看不惯的东西 我觉得 大法是它存在的 好的或者不好的 甚至影响到 道德层面的 我觉得这也是 这也是可以存在的 是包容性会更强 对 你一开始关注 那个头发 那个问题 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头发这件事情 其实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关注头发是一个 只是一个导火索 就是我反思了一下 我交流症 发作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觉得 头发 掉头发 它只是一个导火索 我在掉头发之前 其实有一段 恋情吧 算是 比较 影响我比较深 然后 我在这段恋情里面 也并没有得到 比较 让自己比较快乐 和舒服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 那段时间 我基本上 每天都是 特别焦虑的状态 比如说 在谈恋爱的时候 我每 都很焦虑 然后 生气 然后怕失去 然后 焦虑恐惧 就基本上 每天都是这样的 一个状态 然后分手了以后 自己 基本上 也处于 这个 特别难过 甚至是 崩溃的这样一个 一个状况 然后 那段时间 好了之后 我觉得 好像 这个失恋就过去了 因为 就是时间 总是能够把 情感问题治愈嘛 然后但是 没过多久 这个事情 就发生了 所以当时 是觉得说 哎呀 我要能把头发 治好了 我的焦虑症 就不存在了 但是我先回想一下 其实可能 也是跟我个人 就是个人的 一个性格有关 虽然说开朗随和 但是我可能 太过于敏感 太过于关注 一些小的问题 可能很多事情 它并没有那么重要 你就死抓着不放 比如说 一个不太适合的人 或者是你的头发 它并没有那么重要的时候 对于你来说 它好像就成为你的全部了 所以你就只关注这些 导致自己的心 就没有那么大了 对对对 然后头发这件事情 然后头发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那段时间 也是除了 吃点我的睡眠以外 我也会去 看掉头发呀 就为什么呀 这样的情况 到后面 我基本就不管了 就是当我自己 平和下来的时候 或者说我的焦虑 这个状态没有了的时候 我自己也就不管了 我甚至会觉得说 它没有到 我预想的 那么极端的 可怕的状态发生 它现在还存在 并且别人 有的时候也会说 你头发挺好的 然后放在以前 就是焦虑症 刚开始的时候 当别人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甚至觉得 别人在粉刺我 对 我自己掉头发 是什么样的状态 对 我自己的状况 我不知道吗 你为什么要说 这样的事情 并且你以前不是我头发 你为什么现在说 就极其的敏感 但是现在 就是当你的心态 平静了以后 或者说你把自己的 焦虑的状态 调整过来以后 你会觉得 就是我到后面 我也不去医院看了 然后我也不去 关注什么 哎呀 我要几点 我必须要几点睡觉 我必须要几点起床 我今天必须要吃什么什么 要吃到多少多少 就是 那个时候把自己生活 打理的 说句好听的 简直是个精致的女孩 说句不好听的 就是在给自己加压 压力非常非常大 然后调和过来了以后 你就会觉得 我的头发还在 然后别人也会说 哎 也挺好 但你的头发 怎么这么黑呀 所以我觉得 他既然还在 可能没有以前的 发量那么多 但他还会长啊 我以前不会想说 我的头发就不会长了 他可能只会 他只会掉 他永远只会掉 但是我现在就会想说 我的头发还会长啊 然后 他还会恢复到 以前的这样一个状态呀 所以 我现在发现 当 你的想法 你的思想转变了以后 终于一切都变了 对 是这么回事 对 是这样 其实这个头发 就跟你谈恋爱失败时 都是一样的烦恼 对吧 这主要在上面 然后我想 我想说一下 大雄你这边 给我的帮助 然后因为 其实 做的这个采访 也是大部分都是关注 一直在关注你视频的人 然后我想说一下 我当时 之前我在网上找 找帮助 或者是找温暖的时候 我就无意中发现了 你安大雄的视频 然后我点开了以后 我当时 因为我关注的 比如说 治愈焦虑症 或治愈抑郁症的视频 太多了 但是我看完以后 我有些甚至更焦虑 更抑郁 他们就会说 说很多关于 恶性状态的事情 我怎么怎么着 然后我又出发了 我都不知道 自己该怎么办了 就会一直这样 给你传达 然后有些时候 可能会给你一些方法 但这个方法 真的是一瞬间的 你当下觉得挺好 但它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然后我当时 其实看你的视频 也是抱着这样一个状态 来说这视频 可能跟其他的视频 也是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 有一丝希望 我也想要去看 那个时候 我看完 第一个视频的时候 我就把你 因为当时晚上 也睡不着觉 我就把你之前 所有的视频 每一个视频 全部都看完了 我看完了以后 那一瞬间 我就觉得跟 跟吃了那个 当时医生 给我开的药一样 特别安心 因为尤其你那句话 就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就是 基本上我可以说 看完你每一个视频 我都会哭 因为我就觉得 原来有这么多人 都是这样的状态 然后原来有这么多人 都这么痛苦 所以 但是我就会按照 你的一些方法 就是你当时说的一些方法 我自己也尝试过 也在用 但是中途放弃过 觉得没有什么用 然后你的视频上面 讲解的很多方法 然后你这么坚定的说 它就是有用 所以我就把它重新捡起来 重新捡起来一直用 然后我就发现 其实时间 当你坚持下来 时间它量 量变产生质变嘛 它一旦说 你时间长了 坚持下来 它一点一点 都会影响到你自己 所以就慢慢慢慢 就会好起来 然后你比如说 你推荐那些方法和 你给大家的鼓励 其实对于焦虑症患者来说 每一句鼓励 都非常的 铿锵有力 就他们就会觉得说 自己离 平静 又更近了一步 因为原先觉得快乐最重要 我现在觉得平静最重要 对对对 快乐 快乐就是很快的乐了一下 对对对 它是一瞬间的情绪 现在觉得 只有自己内心 保持这种喜悦和平静 那是最重要的事情 是 所以我特别感谢你的视频 真的 因为就是我觉得对于 焦虑症患者来说 他们除了看这些 治愈的视频以外 可能是理论层面上的 就像你说的 他们大多数在网上 就是网上他会 搏眼球放一些 比较负能量的视频 这样能够吸引流量 然后但是他们 不知道的是 其实绝大部分的人 甚至是 我觉得百分之百的焦虑症 他都是可以治愈的 但是没有找到一个 很好的渠道 所以我就觉得 自己既然从这么 痛苦的状态 经历过来了 我就也想要告诉 大家和正在 痛苦里面挣扎的人 就一定会好起来 肯定会好起来 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 对对对 其实在中国 或现在这样一个 目前所处的大环境下 人们对于焦虑症和抑郁症 还是认知 不是特别的够 他们会觉得 我现在住我大一家 我大一到现在 都不知道我有过焦虑症 因为对于我大一来 对对于我大一来说 他会觉得 你一个小小的孩子 怎么一天想东西想西 想那么多事情 心眼那么小 我既然不能理解 并且他们的这些话 可能还会抽伤我 那我干脆就不让你知道 我就自己会有很多 对自己 我等自己好了以后 其实之前 你在做第一期 康复者采访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在做康复者采访之前 你就说 你今后想要做 康复者采访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我就想说 想要加入进来 然后那段时间 当你在做完第一期的时候 我也想要联系你 但是 我不敢做这个采访 因为我知道自己 我怕采访完了又复发 因为我会想到以前 自己很多的状态 和那种痛苦的经历 然后我很害怕这样的事情 所以 我就想说 干脆就不采访 或者是等到我 什么状态好了以后再说 然后我现在 其实我能够感觉得到 我的状态 基本上 90%好转了 有可能 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它还会来一次复发 但是 我就知道 下一次的复发 一定比现在小 就是轻很多 甚至可能就是普通的 一个焦虑的情绪 对 所以我现在 对我就希望能够说 大家不要除了只看 理论上面的一些知识以外 还要有很多 亲身的经验告诉你 就是能够好起来 建议就是有这么几点 一个就是你要有信心 一定要有非常非常强的信心 哪怕你今天 比昨天好了一点点 你也要 把这个放到你的自信里面 所以这个也会让 把你往好的 就是治愈的方向去带动 然后第二个就是 当你在网上 你特别想要自己好起来 你一定会在网上 查阅大量的资料 但你发现有一些方法和办法 能够让自己好起来的时候 一定要坚持下去 就是不要说 我做上一天两天 发现没有什么效果 然后我就不去做了 一定要坚持 怎么以年 比如说我坚持三个月 六个月 甚至是一年 它一定会有效果 所以一个就是 要有信心 一定要有自信 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坚持 大行 我刚在下班的路上 然后一直没有回语音 那我就把我今天补充的这一部分 就语音发给你 就是我们在康复的路上 一定要持之以恒 一定要坚持 最重要的就是坚持 持之以恒 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这种事情 不论你现在的处境和你的状态 有多么的糟糕 只要你不停的去做 你现在在做的 对的那件事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一定要关注那些 让自己变好的事情 而不是去关注那些 怎么样做才能够消除症状的事情 这看似是一个意思 实际上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事 比如我运动 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的早睡早起 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而不是我这么做了 就可以消除我的症状 一定要关注那些 就一定要想 把想法拉到 拉回到说 这么做会一天比一天好 那中间可能会有一些 不尽如人意的结果 不要去想谈 只要坚持去做就行 我们所有的症状 和这种痛苦的感觉 其实都是我们的负面想法 和这种互相的思维 带给我们的 所以一旦出现了这种 负面的念头 或者是让自己难过的情绪 慢慢地把它拉回到 我们当下做的事情 比如说吃饭 比如走路 比如敲桌子 洗澡等等 就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 只要负面情绪移上来了 我们就慢慢地把它拉回到 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上就可以了 这种不断地把念头 拉回到当下 就也是大雄不停在说的这种事情 一定要一遍一遍地 循环往复地去做 等到时间长了 它就会成为一个习惯和自然 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 并且自己觉得比较喜欢的 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坚持下去 不要去强迫自己 做那些不愿意做的事情 举个例子 可能我不喜欢跑步 但是跑步可能可以 大家都说了 跑步可以缓解焦虑和抑郁 那我就去跑 但是我在跑步的过程中 甚至感受不到一种畅快的感觉 那我们就不要去跑步了 去做那些让自己快乐的 并且能坚持下去的事情 就可以了 然后我想说一下 复发的这个事情 复发在康复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一个必然的存在 大家在尝试了 第一次康复的这种状态的时候 就觉得恢复了往日那种 特别活力的自己 然后就觉得 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等到第一次复发的时候 可能会把大家打回到 最原始的痛苦的状态 甚至更加痛苦 但是还是要记住 我们之前是怎么康复的 就在复发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用之前的方法去做 不要觉得说怎么复发了 那是不是结果就会越来越不好了 反而我认为 复发是痊愈的第一步 因为只有不停的复发 这种螺旋式的复发 才会越来越接近 彻底的痊愈 然后可能有些时候会有说 就有些人会觉得 复发一次比一次好 但是有一些情况是 但是有一些是经过了几次复发之后 可能有一次的复发会爆发式的 甚至比之前的复发和第一次的这种症状 更加严重 我认为这个就是已经在好的边缘了 因为我感觉说 在一件事情彻底变好之前 它总会有一次大规模的爆发 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头疼和焦虑复发的这件事情 我是认为只要复发了 那就已经接近痊愈了 那如果经过多次的复发 有一次的复发是大爆发式的这种痛苦 那可能你就已经在 这就是你最后一次的痛苦了 就已经要痊愈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 补充的大概就这些吧 大熊你看看怎么样给它剪辑一下 剩下的就辛苦了